为了因Omicron快速传播 感染患者大多是轻症的特性 为了避免医疗量能承担过大负担 疫情主动决定松绑解架条件 这里面当然就是症状缓解退烧 而且去发病时间已经达10天以上 这个时候基本上大部分的病人 他的吸力值都已经会是 已经比较高的时候 不过我们当然还要加上第三个条件 就是也是确定检查说 他的呼吸道检体连续两次都证实是 阴性或是吸力值大于30 有这样的一个三个条件 就符合解除的隔离 认为他确实是救案的话 那就可以比较早解除隔离 不需要关到10天以上 那就在短暂的时间内 如果连续的两套PCR 都是阴性或吸力值大于30 那这样的状况下就可以解除隔离 那我们这次的修订就不许 因为个案慢慢这种经验越来越多 再加上个案数也慢慢越来越多 就不需要再劳烦我去死会关做综合判断 直接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让医院在卫生局的同意之下 就让它解除隔离 除了从邦解割条件 在治疗新冠药物使用及取得 也有大幅的进展 预计采购一万份新冠口服药物墨沙东 预计春节过后就会运离台湾 已经是同意说让莫沙东的这个口服药物 这个英文名字是比较复杂一点 那是同意它可以专案输入 紧急抽全使用 它在轻症到中症的程度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使用 因为可以预防它发生重症的一些状况 那在国外在美国临床试验里面 当然是预防发生需要住院 预防死亡是有它的效果的 所以我们的适应证 就是用这样的跟美国一致的方式 那就是八变五天内有重症风险因子 临床上不适用其他治疗选择的 成年病人的轻症到中症的 新冠病毒的感染的个案 那确诊的个案就可以使用 这个莫沙东的这个口服药物 台湾机场群育感染事件 最近也逼出疫苗最大潮 昨天共有20万5474人完成接种 其中莫德安疫苗区冠 构达了13万3000多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